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计算的是总和 你可以用上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dbinom 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你可以传一整个阵列进去 比如说123 那这样他就会把一次 两次三次的总和全部加起来 最后你加起来发现0.896 那少掉的那部分是什么 0次成功的几率其实是0.104左右 那二项分布呢 如果我们去画图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PAR PAR的话它是把它nflow分成 CN2的话就是2乘2的格数 2乘2的格数 那这边呢我们去画出它的图形 首先我取B5 这是 S是0到5 因为总共我们假设 假设n等于5的话 那他要画出它的图 要画出它的图就是 用画出它的几率密度函数图的话 那总共5次嘛 那如果几率是对半 0.5 0.5的话 那就会画出来的图形 会是对称的 像这个样子 对称 如果今天几率不是0.5 而是0.3的话 画出来的图形B3就会变这样 不对称 那如果是0.7那就会反过来 就变往这边倾斜 那如果是0.1的话呢 这个不对称性就会很强 就变这样 这是几个操作 我们试一次好了 我这样子打parmflow等于c22的时候 它会开启一个2乘2的画板 然后呢 我说as等于0到 我说as等于0到 好 接下来我要开始画了 接下来我要开始画了 plot B5还没设 B5 然后再plot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 它画出来的图形 是这个样子 OK 这个就是B5的图 的激励密度函数图形 那同样的 我可以在设定B3 然后再plot 它画出来的图就变这样 再设定B7 再plot 画出来的图 就会是这个 最后设定B1 就是几率为0.1的 好 再plot 画出来的图 OK 这样子四张图就都画完 你会看到 它最后呈现的图形 0.5是对称的 这是0.3的 0.7的 0.1的 根据它几率的不公平程度 整个图形会倾斜的状况不太一样 OK 那这是我们关于二相分部的操作 各位试试看 并不太会设定B3 试试看